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军紧急撤退 同时伊朗重金悬赏 直指罪魁祸首 1月5日 就中东局势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先后与伊朗及俄罗斯外长通电话 王毅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美国与伊朗矛盾计划 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滥用武力 军事冒险行为不可接受 香港中通社1月6日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成旅指挥官苏兰马尼被炸死 引发的中东危局正牵动全球关切 路透社6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伊朗导弹部队已转入战备状态 该消息人士称 显然伊朗方面处于加强战备状态 这一战斗准备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 这尚无法确定 他未提供任何细节 但补充称 美国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另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1月5日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侦测到伊朗弹道导弹部队正进入备战状态 各个单位开始分散机动 不过该报道称 目前尚不清楚伊朗弹道导弹部队的动作 是为了防范美军可能进行的打击 还是为报复美军做准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 如果美国人遭到袭击 将对伊朗52个目标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 据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视台报道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赛伊德·阿卜杜勒·拉西姆·穆萨维 在评论特朗普的言论时称 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敢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这么做 1月3日凌晨 美军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指挥官苏兰马尼 展开定点清除行动 除苏兰马尼外 遇袭身亡者中还包括什叶派民兵武装副指挥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要为苏兰马尼复仇 引人注目的是 革命卫队几名高官护送一面红色的旗帜 并将红旗升起在清真寺塔间 什叶派传统中红色旗帜既象征着不公正的流血 也象征着为死者复仇的召唤 伊朗历史上第一次升起血色战旗 意义非同寻常 当天的纪念仪式上 接替苏兰曼尼的圣城旅先任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 向美国发出战争威胁 所有人你们会看到美国人的尸体布满整个中东 当地时间1月5日 在距离伊拉克千里之遥的肯尼亚 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 对美军一个机场实施了自杀式突袭 造成了至少三名美军和军事承包商丧生 一架隶属美国陆军的机密间谍飞机 同时被炸毁 坎尼亚国防军美军和青年党 摸黑激烈交战 至少四名青年党武装分子被打死 而一名美军和两名美国民间军事承包商 同时也被打死 比起人员损失 驻扎在这个机场 主要对在肯尼亚 尼日利亚等国 经常进行破坏绑架的青年党的美军 和承包商各型战机损失惨重 至少六架飞机被炸毁或炸伤 其中一架机号为N8200IO 加拿大庞巴迪制造的冲扒飞机 来路十分特殊 这架双发窝奖支线客机 其实是美国陆军的秘密间谍飞机 机身两侧下方都有电子侦察保行天线 机头顶部整流罩可能是卫星通讯系统 此前国外网友发布的近距离实拍显示 该机机尾还有雷达和光电导弹告警系统 这通常都是美军军用飞机的标配 这架涂成白色 看似是民用支线客机涂装的冲扒 显然是美军非洲司令部在肯尼亚最重要的耳目 有说法造价超1亿美元 网上传言称 该机可以通过极为先进的电子侦察系统 切入到民用移动通讯基站 监控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 进而再让MQ-9死神这样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发起致命一击 美军暗杀苏兰曼尼已经体现了这种能力 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此次袭击和伊朗的报酬行动有关 在没有正式交战的情况下 美军如此不择手段的暗杀一个主权国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 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美军恐怕会多面受敌 而事实证明伊朗的报复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1月5日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就在美国炸死伊朗将军后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所在地的巴格达绿区遭受袭击 这里是伊拉克非常核心地区 美国外交使团恰驻扎于此 当地媒体报道称 两枚喀丘沙火箭弹准确落在距离美国大使馆不远处 造成通往大使馆的道路关闭 大使馆周边多辆汽车被摧毁 另有一枚火箭弹命中扎德瑞亚地区 炸伤三人 报道还指出 几乎就在美国使馆遭到袭击同时 美国驻伊拉克基地也遭到火箭弹打击 据美国方面透露 至少有四枚火箭弹成功命中伊拉克首都以北 萨拉赫丁省巴拉德空军基地 这里驻扎有大量美军 袭击造成基地建筑严重破坏同时 还有三名伊拉克士兵受伤 虽然伤亡不大 但袭击还是对美军造成一些冲击 基地指挥官塔伊阿米里少将坦言 美军不得不很谨慎处理火箭弹残骸 一系列袭击不仅造成多人受伤 还给美军精神以很大冲击 据海外网1月5日报道 对美国大使馆和巴拉德空军基地的火箭弹袭击声势非常大 伊朗英语电视台援引目击者话称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其他地方 可以清晰听到爆炸声 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Nafish-Kanawad则在推特上透露 袭击过后没多久 当地美军就紧急出动直升机在巴格达巡逻 多数舆认认为 这一系列袭击是针对美国此前空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 并炸死伊朗将军的报复行动 1月5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袭击发生前 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派别卡塔布真主党周六发表公开声明 敦促伊拉克部队从美军撤离军事基地 他们明确指出 从周日下午5点开始 他们希望伊拉克安全部队离美国基地至少1000米 不过对于受到袭击 美国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 炸死伊朗将军后 北约发言人戴伦怀特迅速表示 出于安全考虑 以暂停对伊拉克军队士兵训练项目 即使态度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 下令攻击并炸死伊朗将军的行动 风险非常大 而美国方面并没有应对风险方案 此番对美国使馆和军事基地的袭击 并不是近段时间美国遭受的唯一袭击 就在上周二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刚刚遭到伊拉克 亲伊朗政治派别拥护者的袭击 袭击者冲破并烧毁使馆大门 还毁坏一个安全哨所和监视摄像机 而在上周日 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成功袭击 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 造成基地建筑大量被毁 美国桑弗德伯恩斯坦公司的高级分析师 尼尔·贝弗里奇预测 这次火箭弹突袭只是一个开始 更大的报复很快就到 而伊朗不仅仅自己动手报复 甚至还重金悬赏打手进行暗中报复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5日警告 驻中东的美国士兵军舰基地 要为美军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兰曼尼付出代价 美联社认为 真主党发声令因苏兰曼尼遭袭身亡 而高度紧张的中东局势再度升温 美联社报道 这是纳斯鲁拉首次公开回应苏兰曼尼遭袭身亡 不清楚他讲话的地点 讲话视频经由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数块大屏幕播放 纳斯鲁拉说 回应苏兰曼尼之死不仅是伊朗的责任 同样是盟友的责任 纳斯鲁拉说 苏兰曼尼之死公平的惩罚是 袭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军事基地 海军舰船 每一名美军军官和士兵 是美军杀害了他们 由美军付出代价 港媒6日指出 眼下伊朗国内群情汹涌 伊朗已经宣布将不再遵守伊核协议的任何限制 此外 有媒体报道称 伊朗民间有人悬赏8000万美元 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苏兰曼尼的遗体 1月5日被运返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 举行一连三天的丧礼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 伊朗准备悬赏8000万美元刺杀特朗普 伊朗有8000万居民将募集8000万美元 奖励刺杀特朗普的人 每个伊朗人出资1美元来支付这笔悬赏金 据沙特媒体阿拉伯电视台报道 在苏兰曼尼的葬礼上 一名盗词者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 为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悬赏8000万美元 不过悬赏的呼吁尚未得到伊朗官方授权 并不代表其官方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开始在他们国内的清真寺上挂红旗 在伊朗什叶派传统中 红旗象征着用流血的方式报仇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红旗在伊朗库姆贾姆卡兰清真寺圣洁圈圆顶上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了一组图 并艾特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川普 扎里夫在推文中写道 在你的一生中你见过这样的人山人海吗 艾特唐纳德川普 紧接着他抛出一连串反问 你还想听那些蠢货们对我们地区的建议吗 你还在误以为你能击败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他的人民的意志吗 美国在西亚的邪恶存在已经结束 扎里夫最后写道 扎里夫在推特上发布的图片 应该是6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为苏兰曼尼将军举行的悼念仪式 从图片可以看到 街头挤满了致哀的人群 人们高举苏兰曼尼的照片 还有许多人手中挥舞着伊朗国旗上街 此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当地时间6日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成千上万伊朗民众 为该国名将苏兰曼尼举行哀悼活动 还有人高喊美国去死 打倒美国的口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大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